然後每看完一集,心裡總是非常的滿足 像我男朋友也非常的喜歡 然後她從TAN,就是其中那個服裝造型師 給予每個個案的建議啊,大改造中 她學到了非常多穿搭的一些小技巧 嗨,我是Dina,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的造型呢,有點不太一樣 應該算是我第一次用眼鏡跟大家見面 是因為我長了一顆真眼 今天我要分享的歐美劇呢 並不是一個戲劇 它是一個實境節目 那這個實境節目呢,叫做Queer Eye 我的聲音 只要是LGBT的任何一個代表 就是簡稱Queer 那Eye就是眼睛 今年他們有得到很多各式各樣的獎項的肯定 包含最具有代表性的影視獎 The Emmy Awards,就是愛美獎 每次我看這個節目,我感覺到很滿足 如果你是想要被動式的學習不一樣的美式流行用語 藉由看這個節目 讓自己浸泡在那個環境裡面 然後很自然的使用這些流行用語的話 這個節目就非常非常的適合你 很多美式流行用語啊 其實他們不只來自於黑人文化 很多都是來自於LGBTQ的文化 或是Gay的文化 那又加上我覺得這一部 它有很多其他的特質 我覺得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 非常值得我們學習 那這一部實境節目呢 它主要的核心人物就是五個主持人 叫做The Fab Fives Fab是Fabulous的簡稱 這五個主持人呢 他們各自都有各自的專業 Jonathan他是一個髮型師 Tan他是一個服裝造型師 Bobby他是一個室內設計師 Anthony是一個廚師 Karamo 他好像沒有什麼特殊的專業 他的專業比較像是那種心靈上的開導 這五個主持人都是Gay 他們的個性都非常的明顯 然後很多事情他們都會反應的很大 然後他們都本來就本來自然很好笑 他們的任務就是在美國一個非常非常保守的州裡面 去改造直男 我覺得最特別的地方是他們不只做造型上面改造 頭髮啊、服裝啊 或是家裡整個大改造 他們會真的深入的去了解每一個個案 他們都有各式各樣需要改變 需要克服、需要被啟發的地方 那這五個主持人呢 就是The Fab Fives 他們就會用他們自己的一些人生經驗 去引理對方改造 就是不只是外表的改造 還有內心的改造 我好喜歡他們不因為自己的過去 或是自己曾經被人家否定啊 然後他們成功的戰勝了自我懷疑 他們成功了戰勝了別人 對他們否定 在他們各自的專業如此的開花之外呢 他們也沒有忘記要繼續向他人學習 每次看到他們這樣子就 嗯,就要提醒自己說 嗯,我也要跟他們一樣 我不能因為我在哪一個領域到達了有一定的成就 而忘記繼續向他人學習 他其中有一集啊 他們大改造的是一個白人警察 在很多比較保守的州裡面 很多白人警察 誤殺或是誤逮捕了黑人的很多例子嘛 所以這一個主題 一直都是非常非常的敏感的 但是他那一集啊 我們的Karamo 他就直接切入 他直接跟那個個案 有一個很棒很棒的對話 Karamo 最後謝謝了 這個個案說 Thank you for giving me this chance to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 you 也是就是說 謝謝你給予我這個機會去跟你做對談 對話 然後進而去了解你 然後這個個案 這個white cop 他也說 也要真的很謝謝你 給予我這個機會去了解你 就是我覺得這種主動去了解人啊 的那種心啊 我們很常忘記的 就是我們很常 就是以自我為中心 然後就怪罪他人 或是怪罪這個世界 這個時候 你是非常的不快樂 你會有點孤單 因為你的心沒有打開 打開你的心胸 去了解一個人 去了解一個生命的時候 那感覺是非常的踏實的 非常的fulfilling because I believe we as human beings we only feel that fulfillment we only feel happiness through sharing 我覺得這個節目啊 教我們大家 最大的點就是 we can never forget how to understand people how to understand a living creature 這一部啊其實在美國 還有在英國的 收視率都非常非常的高 然後也成功製造很多 新的流行用語 或是把一個流行用語 用到的極致 然後所有人都在用的一個狀態 那我今天就來分享三個 就是因為這部劇而紅的流行用語 那這個節目呢其實只有FabFibes裡面 我覺得最紅的應該是Jonathan吧 他是裡面個性最彰顯 最大的 然後我覺得最好笑的一個人 第一個我要分享 就是他最常講的這一句話 就是 yes queen 他的yes是把中間的E去掉變成A 所以聽起來很像YAS的感覺 然後queen就是皇后的意思嘛 所以很有殺氣 就是有一種那種 我突然不知道怎麼翻譯 再來呢他很常講另外就是 yes balance yes symmetry balance就是平衡嘛 然後symmetry就是對稱 當這個人的造型 有成功的對稱到 對我來說可能就是眼線畫的一樣粗 然後眉毛畫的超對稱 那種感覺就是超級的滿足 這句話要分享就是他在 season 2其中有一集他有講過 就是this is giving me like Bob Ross Realism this is giving me 還蠻常用的 他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東西給我的感覺 是怎麼樣子的感覺 我們比較常聽到的是 this is giving me life 這個給我的感覺超有升級的 Bob Ross是一個 美國的一個知名的主持人 然後也是一個藝術家 然後那一集改造的人 長得超像他 所以他就直接講說 this is giving me like Bob Ross Realism realism呢就是現實的意思 現實主義 現實把它變成一個名詞 realism so I thought that was really funny 然後加上this is giving me 這個流行片語還蠻常用的 除了可以學到很多 美國的流行用語之外 他呢是合家觀賞 也很適合情侶喜看 如果你們真的看了 然後也真的很喜歡 別忘了在instagram上面 或是facebook 或是anywhere tag me 標籤我 因為我真的想知道 你們真的想知道 你們想知道 當然你們也可以在下面 分享你們最近喜歡看的影集 最後如果不想錯過我下一集影片 別忘了按下訂閱 然後開啟鈴鐺 你才不會錯過任何的通知喔 thank you guys so much for still being here with me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in my next video bye